美国制裁伊朗外长 法英德三国不支持美国的决定 美国此举用意何在 美伊外交接触机会 是否变得更加渺茫呢 我们来看看 全球各大媒体的分析评论 首先来看看路透社 路透社说 美国制裁伊朗外长 是关闭了美伊外交的大门 当前美伊紧张局势升级 美国此次针对伊朗外长 扎利夫的制裁 将损害两国外交谈判的机会 扎利夫调侃道 谢谢美国 认为我是个如此巨大的威胁 美国指明我的原因 是因为我是伊朗 在世界各地的主要反应人 这个事实真的 让你们感到痛苦吗 对扎利夫的制裁 是华盛顿对伊朗 极限施压行动的一部分 专家指出 制裁伊朗外长 使得美国不再能假装 有外交的意愿 很显然 美国非常担心 扎利夫的逻辑及其谈判技巧 再来看看法新社 法新社的观点是 制裁令美欧加深隔阂 作为伊朗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人 伊朗外长扎利夫 也是围绕伊朗核计划 与各大国进行复杂谈判的核心人物 与美国不同 欧盟一直试图挽救伊核协议 美国的制裁加深了 华盛顿与欧洲之间的隔阂 英国 法国和德国 强调与伊朗维持外交关系的重要性 美国国会内部也有反对的声音 反对者指出与伊朗达成长期外交解决办法的 唯一途径是谈判 对该国外长实施制裁 并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办法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纽约时报怎么说 美国对伊朗发出混乱的信号 美国制裁伊朗外长被视为对伊朗核协议的最新打击 与此同时 美国将把对伊朗核设施的制裁豁免延长90天 这是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发出混乱信号的最新例证 分析指出特朗普政府内部还没有就战争还是外交达成一致 美国继续对伊朗施加最大压力 就是为了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 但是制裁扎利夫已经降低了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紧张局势的前景 白宫简称将保持外交对话畅通 而扎利夫不是我们想对话的人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新加坡联合早报怎么说 美国应该避免刺激伊朗 美国将伊朗外长扎利夫列入制裁名单 会影响扎利夫开展外交活动的能力 伊朗方面称美国对伊朗外长的制裁是傲慢的西方国家 无法忍受伊朗不断扩大的话语权 试图压制这些声音的结果 伊朗总统认为这一举动不仅幼稚 而且凸显出美国对伊朗政策的无力 这也强化了伊朗抵抗的决心 提高了发生冲突的风险 美国海军一名高级官员则认为 美国应该避免刺激伊朗 尽力降低美军在中东地区 参与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那么以上就是全球大媒体 对于美国制裁伊朗外长扎利夫的一些分析和评论 对于美国人的高级官员则设计